韩德之后 韩德之后的人 就好像天真无邪的婴儿 独宠遇见不刺他 猛兽碰到不伤害他 巨鸟看见不搏击他 他的筋骨还很软弱柔嫩 但握成拳头却很牢固 他即使终日好哭 而嗓子并不因此嘶哑 因为他的元气醇厚 认识醇和的道理叫做常 认识常叫做明 纵欲贪生就会引起灾祸 欲念主使精气就叫做逞强 事物过于壮盛就会走向衰老 这就叫违反了道的法则 不遵守就会很快消亡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塞其对 闭其门 错其锐 解其分 和其光 同其尘 是为玄童 故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立 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跪 不可得而见 故为天下跪 真正有智慧的人 是不像人民施加政令的 施加政令的人 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堵塞事欲的孔 关闭玉面的新门 永远也不显露蜂蜂 解除俗世的纷扰 收敛他们的光药 混同他们的尘世 这就是玄妙其同的境界 达到玄童境界的人 就不分亲 不分疏 不分利 不分害 不分贵 不分贱 所以为天下人所尊重 以正治国 以其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 无何以知其染灾 以此 天下多忌讳 而民迷平 人多利器 国家滋昏 人多技巧 其物滋起 法令滋章 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 我无为 而民自化 我好敬 而民自正 我无事 而民自负 我无欲 而民自谱 以清净无为的正道 来治理国家 以其巧诡秘的方法 来用兵 以不扰害人民 来治理天下 我怎么知道 是这样的呢 根据在这里 天下的法禁多了 百姓就越加贫困 民众的锐利武器多了 国家就越混乱 人们的心智 和技巧多了 邪风怪事 就越容易发生 法律越是森严 触犯法律的人 便越多 所以有道的人说 我若无为 百姓就会自我化育 我好敬 百姓自然 就会走上正道 我若无事 百姓自然富足 我无欲望 百姓自然 就变得淳朴 其正闷闷 其民纯纯 其正茶茶 其民缺缺 或兮 福之所以 福兮 或之所福 熟知其极 其无正也 正负为其 善负为妖 人之谜 其日故久 是与圣人 方而不割 怜而不贵 直而不嗣 光而不要 真正有智慧的人 是不像人民 施加政令的 施加政令的人 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堵塞事欲的孔 关闭欲念的心门 永远也不显露锋芒 解除俗世的纷扰 收敛他们的光耀 混同他们的尘世 这就是 玄妙其同的境界 达到玄同境界的人 就不分亲 不分书 不分利 不分汉 不分贵 不分贱 所以为天下人所尊重 智人是天 莫若瑟 福为瑟 是为早福 早福为之重积德 重积德则无不克 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莫知其极 可以有国 有国之母 可以长久 是为生根故底 长生久世之道 治理百姓 养护身心 没有比爱惜经历 更为重要的了 爱惜经历 万事才能早做准备 早做准备 就是后机其得 后机其得 就没有不能胜任的事 没有不能胜任的事 就无法估计它的力量 无法估计力量 它就可以担当好 治理国家的重任 有了治理国家的原则和道理 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 这就是根深底固 长生久世的道理 治大国 若蓬小仙 已到立天下 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 圣人亦不伤人 夫两不相伤 故得交归焉 治理一个很大的国家 要像碰尖很小的云那样 不能时常翻动 导致破碎 运用道的原则 去治理天下 那些鬼怪 就起不了作用了 不仅鬼怪起不了作用 神之也不伤害人 不仅神之不伤害人 圣人也不亲悦人 这样 鬼神和有道的人 都不伤害人 所以人们就能 彼此相安无事了 六十一 大邦者下流 天下之聘 天下之交也 聘衡以敬圣母 以敬为下 故大邦以下小邦 则取小邦 小邦以下大邦 则取大邦 故或下已取 或下而取 大邦不过欲间处人 小邦不过欲入世人 夫两者各得其欲 大者亦为下 治理一个很大的国家 要像江海那样 安于处在 卑下的地方 居于天下 慈柔的位置 使天下百川河流 交汇于这里 慈柔能以安静宁定 战胜雄墙 就在于 它既能以静制动 又安于居下 所以 大国如能对小国 谦虚卑下 则必然能取得 小国的信任 衣服 小国若能对大国 谦虚卑下 则也能取得大国的信任支持 所以 不管是 大国用谦虚卑下 取得小国的信任 还是小国用谦虚卑下 取得大国的信任 大国无非是想兼并小国 小国无非是有求于大国 这样 大国小国都可以达到各自的愿望 特别是大国 更应该谦虚卑下 道者万物之傲 善人之宝 不善人之所宝 每言可以世尊 每行可以佳人 人之不善 何弃之有 故立天子 至三公 虽有拱臂已先四马 不如坐尽此道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和 不约 求以德 有罪以免邪 故为天下贵 道是硬币万物之所 善良的人 把他当成宝贝珍惜他 不善的人 也处处保住他 美好动听的言词 可以换来别人对你的尊重 良好高尚的品行 可以见重于人 那些不善的人 怎能把刀抛弃呢 所以在天子即位 设置三公的时候 虽然有拱臂在先 司马在后的献礼仪式 还不如把这个 清净无为的道 尽献给他们 最古以来 如此重视道 是什么原因呢 不正是由于有求于他的 就可以得到满足 犯了罪过的 也可得到他的宽恕嘛 就因为这个 天下人才如此珍视道 唯无为 是无事 为无畏 大小多少 抱怨已得 图难于其异 唯大于其异 天下难事 必作于异 天下大事 必作于异 是以圣人终不伟大 故能成其大 福清诺必寡信 多亦必多难 是以圣人有难之 故终无难以 以无为的态度 去有所作为 以不搅扰的方法 去处理事物 以甜淡无味 当作有味 大声于小 多起于少 处理问题 要从容易的地方入手 实现远大 从细微的地方入手 凡是天下的难事 一定从容易的地方做起 凡是天下的大事 必定从细微的部分做起 因此 有道的人始终不自以为伟大 所以才能做成大事 那些轻易许诺的人 很少有能够兑现的 必然会失去信用 把事情看得太容易的人 势必会遭受很多困难 因此 有道的人遇到事情 总是把它看得很难 所以反而没有困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